马来西亚雪龙慈激大专青年联谊会 即将在10月13日举办 浩瀚父母恩音乐首以舞台剧 在众多演艺同学当中 萨兰亚是唯一的非华裔大专生演艺人员 同学热心地邀约 促成她参与演出的姻缘 所以我学习了 我学习了孩子 我们必须赔助我们的父母的责任 因为他们会给我们很多责任 我认为歌曲带着我父母的爱 所以我只是尝试找时间 去回家更常回家 站在萨兰亚身旁的是 邀约她参与演艺的同学朱卷秋 也是萨兰亚的翻译员 卷秋在参与演艺后得到启发 因此回家陪伴父母的次数 比以往也平密了 因为我是在医院工作 我可以了解到当父母离开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那个 已经会后悔那个 已经是太迟了 所以要珍惜 要珍惜跟父母的时间 传效到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读护理系三年纪的 萨兰亚和朱卷秋 尽管面对课业上的繁重 也尽量安排时间出席 每一次的彩排和集训 他们善用课语的时间 加紧练习 卷秋用心地翻译和指导 让萨兰亚对于演艺 更加得心应手 浩瀚父母恩公演的时间 正在倒数中 萨兰亚与演艺同学来到现场 为演出做最后的冲刺 也许有人问 青春年纪您做了什么 这里就有一群 与众不同的年轻人 善用自己的时间 活力与感染力 来宣扬孝道 他们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期待为观众呈现完美的演出 大爱新闻 邓庙会林荫义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 转播剧场——蓝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